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姑娘 闲言少叙 你这么晚来找我 可是燕林那边出了什么事 是啊 今夜我下职的时候 我发现有个人 在兴闻门口鬼鬼祟祟的 我便出手将她拿了 这一问才知道 她是平南王一党 龚仪成的部下 龚仪成 她不是 是 既是你党 你一带回信武卫处置才是 为何来寻我 是啊 理应如此的 可是我一问 这人跟我说 她手里有那下满封燕家 跟平南王勾结的信件 信拿到了吗 没有啊 这人就是来采点的 身上什么都没带 人在哪儿 带我去看看 大人怎么才回来 那大人动静不小 只怕让旁人听到 那就不好了 见过姑娘 杨娘 这儿没你事 先回去吧 好 任你来审 弄清楚信的下落 还有他们的计划 好嘞 老子知道都已经交代了 信也不在我这儿 你还想问呀 你们在京城虽分开行动 但是必然有联系 两件事 第一 你的同党都在那儿 第二 那封信的下落在那儿 说清楚了 我一定报那活命 说不明白 信武卫有的是办法 让你争罪 我就是一个喽喽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他们只叫我去 信武卫衙门采点 然后把打听到的消息 放到百果寺街头 别的真的 什么都不知道了 若只给你派了 打听消息的任务 何须同你说起信件 事到如今 还想这样撒谎 就不怕死吗 你还不老实交代 大人饶命 饶命 笑他说 笑他说 这事是真不怪我呀 王爷他是既不信你 他也不信龚一诚 当然给龚一诚的信 就只有上满风 这不是事情久久没有进展 所以才把我推出来了吗 我知道你要护焉家 所以我根本不敢拿这封信 然后呢 然后我就把这封信 给别人了 我 我这不是寻思着 眼不见心不烦 就算真的出错了 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吧 但是我没想到 拿下那人 原是龚一诚的部下 根本不听我安排 估计想着拿那东西 去同门龚一城立功呢 所以半道就跑了 你倒是挺激烈 可你要知道 如果王爷知道此事 你得死多少次 先生 我这几单 真的快要吓死了 跟皇前那事半个字 都没敢提 先生 我求求你救救我 就要能保住我这个脑袋 让我干什么都成 小儿 与兄弟们 奔向来京城找龚一先生 然后 将严家的信 交给薛国公的 可是入了京之后 却联系不上龚一先生 这没办法 把信交给薛国公 我们用人生敌不熟的 怕贸然行动 会惹出什么祸来 只好分开行动 所以啊 就有小人去打探 薛国公的动向 之后 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将信件交上去啊 若你所言不虚 那么信应该还在 你兄弟们手上 只要你告诉他们 以打探清楚薛国公动向 他们便会把信给你 是吗 这 这 姑娘问你话 那是也不是啊 是 是 那就好办了 周大人 是 你想按照我说的 让他写下信来 今夜送去白果寺 切勿打草金绳 不 不行啊 不行啊 这让人上面知道了 小儿那命不保啊 姑娘 要不 你还是回避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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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